好 目前呢 這個節奏呢 還沒有人用到免死金牌 會不會就在最後一組用掉呢 但是我想 其實今天你也可以大方講 因為你算是前輩 你倒也不敢對你怎樣啊 也不能這麼說啦 因為 但我今天來的目的 並不是說要讓他們夫妻吵架 只是要讓他老婆更了解他的老公 因為有 你知道每個人其實都有 自己另外的那一面 或許隱藏得很久 或藏得很深 所以我必要讓你知道 它是其實真實的樣子 那有一天你發現的時候 你就不會那麼驚慌 不會那麼意外 對 就不會那麼害怕 好 你現在好像 算命的老婆婆了 今天要算來過了 好 今天 靳香想問什麼 今天要問 我一直很好奇 因為你們拍新兵日記的時候 你們長達了兩年多 住在一起的時光 那這麼多男生住在一起 一定會在房間搞什麼飛機 好飛機 我好想知道你們都在房間 搞什麼 欸 你怎麼穿這個椅 你要我先問一下 你剛剛好像不是假的 你們新兵日記拍的時候 是全部都住在一起 全部都住在一起 一直都在那邊 都沒有回來 我們基本上是 前八個月是都沒有回來 那你們就是比如拍完之後 回到這個汽車旅館之後 是有自己時間的嗎 基本上是沒有 就是你可以請假去做別的事情 然後早上當天拍攝 你一定要回來 所以我們常常會 如果有一起回到台北 晚上回來的時候 然後早上一定會做六點半 第一班高鐵回到拍攝現場 然後晚上還是會回到宿舍 所以將近兩年的時間是 集體管理 然後幾乎都住在一起 是沒有錯的 那男生一多 當然你知道我們裡面 就彈彈吉他啊 唱唱歌啊 然後打打電動看看漫畫 其實也沒有做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 是嗎 但是有一點 我必須要講件事情就是說 怎麼說 林道遠是一個 非常沒有膽量的男人 我現在問你 摸著你的良心講 你的老公敢自己一個人睡覺嗎 敢啊 你確定 是你不了解林道遠 你不了解林道遠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們那時候啊 房間有大有小 有的有view 有的沒view 但是要為了讓大家公平 因為大家都是一視同人 所以每個禮拜會抽籤 換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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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睡到大的 也會睡到小的 那有一天就是我們剛抽完這個房間 然後呢 晚上十點多我準備要就寢的時候 我的房門敲 然後走進來就林道遠 他拿著他的棉被 跟他的枕頭 然後看著我 我就看著他 他看著我就看著他 龐叔 他叫我龐叔 他龐叔 我說我可以跟你一起睡覺嗎 為什麼 我說你幹嘛跟我睡覺啊 對啊 你認床喔 拜託耶 這是宿舍又不是你家 認什麼床啊 他說不是 我抽到籤王 我是什麼籤王啊 邊間嗎 不是 其實我們一直有流傳 某一間鬧鬼 蛤 結果他抽到那一間 然後那一天他的室友 剛好回台北 明天早上才會來 所以他一個人不敢睡覺 我看到我覺得很奇怪 我就跟他講說 你是一個革命軍人 你軍服呢 把軍服拿出來吊著 就不用怕鬼了 對 有道理 可是我是假的 我說什麼假的 我這麼胖 我又不用當兵 我是假的阿兵哥 我會怕 那你有當過兵嗎 我說我當過啊 那你有當過兵 那你去睡那間啊 我說其實這間我剛換 我睡得滿習慣的 班長 你該不會也認床了吧 你剛剛不是說這是宿舍 又不是自己的床 我看到我就說 等一下 那你先把門關起來 關起來 他關起來 我說 那一間 那一... 不然 好啦 那我們一起睡吧 你自己也不敢嘛 你也怕 我一個禮拜然後睡 然後你知道嗎 我跟他睡同張床 他那麼高大 然後你知道我們兩個睡覺 然後那個一起床 然後那個一轉上來 兩個就這樣 好浪漫喔 太浪漫了吧 真實的自我 又在汽車旅館 又在汽車旅館 然後你知道我的另外的室友是夏正鋒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這樣子下去不行 我打地鋪 我睡兩個床的中間 我床讓給你睡 我睡了一個禮拜的地鋪 哇 一個禮拜 也是他打地鋪啊 怎麼會是你打地鋪 不是 因為他 我跟你講我就嚇他 我就說有什麼 我打地鋪你知道嗎 因為鬼會進來 他第一個會抓你 講完之後 班長 那我打地鋪 你睡前面 好幼稚的前輩 真的耶 沒有 他真的很罵鬼 然後後來我就知道說 我有問他說 到底你為什麼呢 他說其實他怕黑 對 所以他看到黑的東西 他就會害怕 天啊 他在我們家很Man的耶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只知道他怕蟑螂 所以我們也都怕了 所以有Man 真的啊Man 他真的很膽小 我跟你講 真的 非常膽小 他拍戲那段時間乖嗎 你們肯定有先回去 你晚上有沒有帶他去做什麼 晚上可以出去玩 你們全部一堆棍子住在一起 一定晚上想要去 對啊 一堆鐵棍子 來 細節回答耶